才八点多钟九点钟不到 哪里叫是吵了你们呢 是不了 公共场所也不是说是你个人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占有的 男的哪个铁棍打我 其实我就拿手机短他 他老婆就在后面 人家手扎我的头发 他就打我 那个男的又用拳头 打我的头 用脚推我的腰 广场舞大妈扰民还不听劝 一下拿出四个音响跳舞 谁料男业主人无可人 直接拿着铁棍上去 就将大妈一顿报答 眼前这个躺在病床上的是负责领舞的宫女士 她就是被打得最严重的 医生诊断为腰椎横秃骨折 她向记者哭诉 自己每天晚上都会和她一群小姐妹 在小区空地上跳舞 当时就在昨天晚上八点多的时候 一位男业主竟然冲了过来 朝着自己就是一顿报答 看样子不止男业主一人 帮忙的还有男子的妻子 后面在跳舞的同伴看到这个情形 都上前来拉架 记者十分的纳闷 跳广场也不至于让男业主这么暴躁吧 之后记者通过了解才知道 原来龚大姐当天晚上竟然拿了三个音响 现场的声音可想而知 而龚大姐则表示这么多的音响 都是因为跳广场舞人数多 哪一个容易听不见 龚女士还表示 自从他们跳广场舞的地方 挪到了小区物业楼前的空地上时 紧挨着物业的五栋和六栋的业主就不高兴了 这次跟他们打架的就是六栋的业主 龚大姐说 第一次男业主说他们音乐响 提出让他们离开这个地方 龚女士就把声音调小了 没想到还是被打了一顿 之后记者通过小区物业的监控看到 昨晚八点多钟 有一名男子手拿一根棍子 怒气冲冲地朝广场舞人群走去 后面紧跟着跑来一名白衣女子 之后两人就和跳广场舞的人扭打在了一起 从事情发生之后 持棍打人者还在警局做笔录 而白衣女子也就是该男子的妻子也是一身伤 而她说的话和宫女是完全不一样 女业主表示自己老公根本没有动一下手 是跳广场舞的七八个人上来围着自己打 导致自己现在一身的伤 我老公拿了手上拿了棍子 我就抢他棍子 我就说不要跟他们老人家打 我老公根本没有动一下手打他们 是他们大家七八个人 反正我是听他们说的 至少是七八个人围着我一个人打 把我打得在地上 你看我一身的伤 现在是个说个的 也不知道谁说的真谁说的假 随后记者找到了一位 事发时正好在附近的业主 他是这么说的 在跳舞的话 电视根本没法拍 因为我们有两个 就是两个主窝跟室窝是靠近这个 靠街这边 就是你关着窗户的话 然后小孩在房间里面 也是可以听到下面的那个音乐的声音 到底谁先动手 这事还要做进一步的调查 白衣女士告诉记者 事情闹成今天这个地步 可不是一次两次 是因为他们忍受不了 这几年来广场舞带来的噪音 而且多次找他们协商都没有结果 而广场舞大妈则表示 才八点多钟九点钟不到 哪里叫是吵了你们呢 是不了 公共场所也不是说 是你个人的地方 大家都可以占有的 白衣女子告诉记者 每天从晚上七点多钟到九点多钟 正是小孩就是学习的黄金时间 孩子根本就没有办法去学习看书 特别是这次成绩刚下来 明显比上次落后了好几名 这么多年来也闹了很多次 这一次是实在忍不了了 所以丈夫才一时没控制住情绪 通过观察大妈们跳舞的地方临街 但也挨着住宅楼 附近的一些业主每天都是苦不堪言 楼下大妈的广场舞伴奏音乐 确实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影响 让很多孩子深受其害 小编觉得小区是一个公共场合 住户也是十分的复杂 有学生 有小孩 还有一些上了一天班想要休息一下的 大家都想要有一个安静的住宿环境 而不是一个造杂的公园 大妈也要顾一下其他居民的感受 这样长久下去 必然会影响到邻里之间和谐友好的关系 老年人跳广场舞 初中便是培养一个兴趣爱好 收获一份和谐的人际关系 当然了男业主打人是不对的 面对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报警处理 毕竟已经严重影响到了自己和家人的生活 现在落得个拘留的下场 实在是得不偿失 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 欢迎评论区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